关节我是主持人小玉 恭喜微博 仪器奥迪电子竞技俱乐部 定下了今天的比赛 现在来到我们赛后采访的是 寬丰选手 先来打个招呼吧 好 大家好 我是WBCAD寬丰 欢迎寬丰 那几天 就前几天的时候 我有听你直播的时候 在说 给自己制定一些小小的目标 先把分数打上去 然后呢 再把自己的输出打上去 你觉得今天有稍微完成一下 自己的这样的小目标 小目标吗 我觉得有吧 因为 所以英雄就是那样的 所以英雄怎么样就打成怎么样 今天泽利的发挥还是非常突出的 那这个赛季 说实话微博的整个状态 包括在比赛里面的表现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不稳定的 那在这段时间有做出一些 怎么样的调整吗 就该干嘛干嘛 然后大家心里面有点鼻塑就行 大家都打得更加稳定一点 那今天的几局可以看到 一集团好像你们就打得非常的激烈 完全没有那种要点到为止的感觉 为什么会那样去做呢 我觉得单纯觉得 个人觉得没睡醒 大家 因为是三点的比赛 所以可能还要大脑稍微启动一下 那要聊一聊 因为后面两局 基本上都能算是翻盘局的一个局面嘛 两个时间点 在第二局的时候前期不太顺利 节奏点的开启应该就在那一波 他们去拿小龙 然后你们是选择去换大龙嘛 虽然他们也是赶了过来 但是你们完全没有要停手的感觉 那波决策怎么去做的呢 那波因为 就all in了 然后就感觉打不过 然后就突然想打大龙 就all in了 就完全是all in 这波赢了的话 那我们应该也可以赢一下比赛 那第三局的时候 同样也是中期不太乐观的情况 但是你们通过一波 C的分线当时是 然后呢 好像是sofen 在中路抓到了泰坦的那样一个机会 非常非常重要 怎么去找的呢 应该是对面泰坦走会太靠前了吧 然后我们这种挺灵活的 就把他拿抓住了 也是挺好抓机会的 那其实今天上场的也是有两位辅助嘛 你的 那他们两个的风格 好像都是比较喜欢去游走的那种情况 经常看到你是下路单人线的情况 那个时候 幼小的心灵在想什么呢 赶快赶快 你让我一个人兑现 你们两个赶快做点事情 能帮队友营救醒 需要去做一些野斧的联动 也可以看出来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 要不要对每场可能看比赛之前 都要吃一点塑效救星碗的粉丝们 说点什么呢 没事别急 真别急 看我们比赛真别急 就是稍微保持平稳的状态啊 相信我们微博会打得好的 人线换风选手来到我们赛予采访的环节 让我们稍微休息